牛年指揮中心最後一場記者會 新增宣布四十例境外移入 十四例本土個案 當中宜蘭郊西飯店 有來自高雄的母子入住 也使得疫情擴大高雄的幼兒園 新增四名未滿十歲的小朋友 以及一名親屬因展陽確診 而在桃園遠雄自貿港區 一名確診移工 曾經帶過女朋友到一間美甲店做指甲 當時同行的還有三名友人 四個人都確診 深入追查之後 更發現美甲店的女性員工 他的小孩正在加貝爾幼兒園 就讀也讓傳播鏈更加明朗 有三位他們都是在同一個地點 居住的地點都是相同 另外加貝爾幼兒園 在增加一名小孩的爺爺確診 亞旭在增加兩人確診 高雄港傳播鏈再增一人 還有一名銀行傳播鏈確診者 解隔前確診一共是四例個案 指揮官表示 目前有宜蘭飯店 桃園前都跟臺北房仲 相關傳播鏈還未離期 整體疫情得等到二月十號 才會比較明朗 接下來從除夕到初三 指揮中心不開記者會 將透過新聞稿公佈疫情 先祝大家現在在線上的人 也要新年快樂 大家安心過年還是要把自己的防疫做好 傳播中也向國人拜年同時表示 過年期間部分地區疫苗施打仍在持續 符合資格的人還是得要加緊腳步接種 用錢來提高保護力 華視新聞的這枚黃建英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